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740亿章 底牌 无数雷霆战矛铺天盖地而来 那可怕的毁灭气息将虚空凿出一道道浇湖的裂痕 而这啊 仅仅只是周虚丰天战争的威能 在更远处 有九座绝世沙阵组成的九级朱天阵 已掀起更为恐怖的力量洪流 如若潮水般奔涌而来 放眼以往 天上地下 四面八方 完全被这两座大阵的威能覆盖 逃无可逃 苏义没有逃 也不曾闪避 此来既然要他灭万灵鹫 他自有底气 起 苏义秀跑古当 将人间箭当空一指 哼 天摇地晃 一股恐怖的箭围随之扩散 原本崩坏的虚空 顿时陷入一种死祭般的状态中 以苏义为中心的万丈长空 一如被绝对压制 而那铺天盖地而来的无数雷霆绽毛 也随之停止在虚空中 就像被无形的大手牢牢攥住 一动不动 一把雷霆绽毛的毛间 距离苏义只剩下一尺之地 那这毛上充斥的毁灭 威能若爆发 足可重创先亡 可就是这一尺之地 这把雷霆绽毛再无法寸进 这一切 仅仅只是瞬息完成 当天地如陷入停顿 虚空如被禁锢时 随着苏义手中剑锋朝下一阵 破 砰砰砰 直似一场剑气风暴骤然爆发 席卷十方 那无数雷霆战毛四草界般轰然崩碎 霸道的剑威扩散 碾碎天地长空 也狠狠冲撞在那由数万名妖修祖中的 周旭封天战阵上 一击而矣 像无数无间不摧的尖刀 狠狠凿尽一碎的豆腐中 刹那间 那周旭封天战阵四分五裂 千尝百孔 狂暴的剑气肆虐 长片长片的妖修像纸湖般炸开 鲜血和碎肉随之如不飞洒 虚空中都掀起刺目的星红血雾激荡翻腾 凄厉惊恐的尖叫 绝望不甘地嘶吼 随之在这动荡的夜色中响彻 一剑而已 一如席卷天地的风暴 破周旭封天战阵 剑气所过 数千位要求 暴毙当场 剑扫千军 那崔枯拉朽般的霸道一幕 让不知多少人骇然 而还不等人们反映 那由三百位妖道仙军运转的九级珠天阵已彻底爆发 恐怖的禁阵力量融合在一起 掀起铺天盖地的毁灭洪流 仔细看 那毁灭洪流充斥无数灰色可怕的符文 映现出一幕幕匪夷所思的末日景象 有鬼神气血 星辰月落 有天塌地陷 湿海如山 有灭是仙雷肆虐 光耀九天 这如末般的夜色 都像被碾碎 陷入一场大动荡 大崩坏的末日景象之中 这就是九七珠天镇 万灵教的护山大镇 根本无需怀疑 换作当时那些先王被困 注定必死无疑 这一瞬 苏义周身肌肤隐隐刺痛 感受到扑面的压迫之力 他眼神深邃 古井不波 不曾褪毙 而是选择硬汉 哼 他身影一盏 周身道合如怒海狂涛般汹涌迸迸发 每一寸肌肤界弥漫出刺目璀璨的道光 远远一望 只死一抹晨曦破晓之光 明耀夜空之下 将 随着苏义一剑横空 一股比之前更恐怖的剑威随之涌现 牵引着周虚大势 演化为一道遮天蔽日的剑木 剑木中 有无穷大道法则交织其中 剑意流转 令人以无可撼动之感 红龙 九七珠天真的毁灭洪流 轰杀而至 那横跟苏义身前的剑木 随之剧烈振战起来 那片天地都陷入崩坏中 自虐的毁灭力量和剑气扩散 掀起滔天的耀眼神灰 所有人眼睛都快睁不开 不知多少人亥然 不瞒诸位 自教主亲手不下这座九级朱天阵之后 我还是头一次真正见识到此阵的危能 果然称得上恐怖 一位先王楠楠 门心自问 换作是他们这些人被困在大阵中 都注定有死无生 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 那苏义可不是寻常人物 别忘了 过往半年时间而已 死在他手底下的先王 都有失于人 这还不包括那些消失在黑雾大渊中的先王 有人轻语 但此次他注定必死 魏迅眼神淡漠 交谈时 战场中响起一道惊天动地的暴鸣声 横 横根在苏义身前的剑木 终究没能挡住九级朱天阵的攻击 在这一刻四分五裂 苏义的身影 都被那恐怖的力量余波阵的倒退出去 他浑身气急轰鸣 连续斩出十多剑 才将那可怖的禁阵力量化解掉 而在他左臂处 一山碎裂 出现一道血痕 虽然仅仅只是皮肉伤 可这一幕 却让那一起运砖九级朱天阵的三百余位先军精神一阵 这苏义的确看成恐怖逆天 可被困杀阵中 也似乎和龙中困兽没有区别 竟让我受伤了 苏义微微一正 有些意外 旋即 他眸子变得深邃冷冽 没稍浮现一抹凌厉之意 杀 杀 惊天动地的那寒响彻 那三百余位先军全力运转杀阵 掀起更可怕的毁灭洪流 朝苏义轰杀过去 苏义冷哼一声 不退反进 一步踏出 天摇地动 而其身上的气势随之 众人攀升一大劫 破 人间见横空 披山断海 一往无前 一片迎面而来的毁灭洪流 顿时轰然崩散 而这 仅仅只是开始 随着苏义脉步前冲 一道道剑气通天彻地 惶惶无量 透发出无坚不摧的威能 破 一道又一道剑气肆虐 将那四面八方杀来的进阵力量尽数破开 直死催枯拉朽 而苏义的身影 则不断朝远处的天雀神逼近过去 这 天雀山上 魏逊等十余魏先王惊唱 乍眼间而已 苏义简直就像变了一个人 一身威势和之前截然不同 那九级朱天阵何等恐怖 轻松可证杀妙境后期的先王 和此时 却隐隐有压制不住苏义的架势 那三百岳先君也吃惊 皆使出浑身解数 将九级朱天阵催动到极致 全力杀向苏义 可最终依旧没能奈何苏义 他身影璀璨 直死一道无间不摧的光 一路前冲 人间见枪枪而鸣 婆桑漫天见雨 每一道剑气 都内运霸天绝地般的恐怖威能 在这等最激烈的硬汉中 苏义的攻势飞弹没有被压制 反倒是那九级朱神阵遭受到冲击 开始剧烈动荡 那三百岳运转杀阵的先君 也随之受到迁累 一个个气血翻腾 又惊又怒 若把九级朱天阵比作一片大海 那惊涛骇浪便足可埋葬当世任何先王 和苏义不同 他就像一条苍龙 翻江倒海 搅得这片大海都快要承受不住 这家伙 的确太可怕了 无怪乎过往那段时间 会有那么多先王隐蔽在其手底下 魏迅眉梢间浮现凝色 传闻中的苏义 以先君之子可证杀先王 之前时候 魏迅还对这样的传言嗤之以鼻 因为他最早了解到 在第七天官 苏义是凭借于天道碑的周天规则力量阵杀一众先王 在天寿大会上 苏义则是依靠一具神秘的灵魂战偶灭杀那八位先王 简而言之 这苏义每一次斩杀先王的战绩 都是借助了外力和底牌 正因如此 魏迅虽然是苏义为大敌 可对苏义的实力则存疑也并不太在意 可现在魏迅意识到自己错了 这苏义仅凭自身实力 都能去和九级诸天杀阵对抗 这简直惊是害俗 因为换作他们这些先王 都很难办到这一步 莫得 场中响起一道惊枯 就见在苏义一路的进攻下 一些运斩九级诸天阵的先君遭受到的冲击太大 竟是被震的可写 两枪跌坐在地 这个变数让全场激惊 谁敢想象 苏义一个先君 竟然强势到快要打破九级诸天阵的压制 魏迅脸色一沉 吩咐道 今时 你带八位长老一起 亲自去主持九级诸天阵 好 一个身影壮实的黑炮男子站出 今时 万灵教十大主计之一 排名第五 随着他出动 当即有其他八位先王级长老跟随 一起前往运砖九级诸天阵 每个人 各掌控一方杀阵 顿时 此阵的威能暴涨 比之刚才 强大了不止一倍 而苏义的攻势 也顿时受阻 整个人陷入被打压的处境之中 就像一夜扶平 正在遭受惊涛骇浪的拍打 这一幕让卫逊等人心中大定 只是一座护山大阵而已 他苏义若撑不住 又有什么资格叫嚣着他灭 他们万灵教 异想天开 不自量力 极远处地方 应秀空前紧张 放心 帝君大人定然是有杀手锏的 孔叶沉声道 话虽这般说 实则他内心也无比紧张 心都宣在嗓子眼 那九级诸天沙阵 太可怕了 孔叶根本不怀疑 换作那些以真知妙境 大圆满地步的先王 若被困此阵 也几乎没有翻盘的机会 不过 孔叶更相信 苏义拥有化解之法 因为 对方是永夜帝君的转世之身 既然赶来 燕可能会被一座沙阵困住 不出孔叶所料 就在他话音刚落不久 那九级诸天阵中 已经陷入凶险处境中的苏义身上 有着一股恐怖厚重的磅礴气息 悄然涌现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 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742章 呵 仅凭自身实力 就能支撑到现在 这苏义的确很恐怖 可惜 他支撑不住了 不见得 此次手中必有底牌 否则 燕可能敢叫嚣着前来 他面我们万灵教 底牌 我们何尝没有 天雀山之巅 魏逊等先王交谈 都看出苏义处境不堪 并且揣测出 苏义几可能很快 就会亮出底牌 不过 他们都并不惊慌 这里是他们万灵教老巢 拼底牌 他们可从没有怕过 恩 你们快看 猛的 一个仙王吃惊出声 就急诸天阵内 处境岌岌可畏的 苏义呼地发出一声冷哼 也罢 便让儿等见识见识 我真正的实力 声音还在回荡 哄 天地猛地一颤 就见苏义身上 气息骤然暴涨 节节攀升 直死长驱直入 一下子踏上了更高的境界 一道道灰色神秘的 大道法则涌现 交织为剑意 广位在他俊拔的身影四周 十方虚空轰然塌陷 自承受不住那恐怖的威压 而在苏义头颅后方 演化出一道玄妙的法则神轮 神轮死深沉大渊 给人以身不可测之感 又像飘渺虚幻的大虚 无量无尽 而一柄虚幻模糊的道剑影子 则在那大虚般的神轮深处 若隐若现 仔细看 这一柄道剑的影子 隐然有久遇见的神韵 只不过极为模糊和虚幻 很难看清楚 哼 当这一道法则神轮浮现苏义身后 整座九级诸天杀阵都猛的一阵 陷入动荡中 那不断朝苏义杀过去的禁制力量 都遭受到可怕的阻截和压制 而苏义整个人 已经变得和之前完全不同 身影四周有晦色的法则神红拱位 头楼后方映现法则神轮 随意立着 一股令天地颤抖的恐怖威势 随之激荡十方 整个人宛如神圣 而这 便是苏义他族圣经初期层次的实力 也是此时 他才真正把这等修为真正显露出来 之前在厮杀中 根本不曾动用而已 这 孔雁愣住 他 他修为怎么又变了 天雀山之巅 一位仙王惊叫 其他仙王也倒吸凉气 之前 无论是孔雁 还是他们这些仙王 都认为苏义要逆转局势 必然要动用底牌 可打破脑袋 他们都没想到 苏义根本没有动用底牌 而是显露出了他最强大的修为 无疑 之前他一直有所保留 而想到这个时候 那些仙王都无法淡定了 去知之前的苏义 那等实力都能轻松破掉周旭封天战阵 甚至是去撼动九级珠天沙阵 就是灭杀先王 都不在话下 谁敢想象 那仅仅只是苏义保留之后的实力 这样的真相 又让谁能不惊 哼 还不等人们想明白 九级珠天阵猛地动荡起来 就见苏义显露出全部实力后 轻松震随来自四面八方的进阵攻击 脉不长空 一剑斩抽 这一剑 未能明显不一样 比这刚才恐怖了不止一倍 仅仅是那等剑威 就压迫得整个九级珠天沙阵颤抖 而当这一剑斩落 哼 这遮天蔽日的沙阵 直接被批得动荡混乱起来 无数进阵符文炸开 太恐怖了 一剑都差点将此阵破开 他 他分明不是仙王 可他的实力怎会变得这么恐怖 有人惊叫 其他人也惊疑 无法想象 只觉认知都在遭受冲击 这一刻 正在运砖此阵的九位仙王 和三百岳先军都不经色变 一个个根本不敢怠慢 全力出手 轰隆 九级珠天阵变得愈发狂暴 近阵力量四女 浩浩荡荡朝苏义阵杀过去 以卵击时 苏义冷亨 他纵箭长空 一口气斩出九剑 每一剑斩出 天穷都像被撕裂开 虚空塌陷 霸道的剑气 透发出毁天灭地的威能 当斩落时 整座九级珠天阵都被搅乱 一直配合那九位仙王 运转这座杀阵的三百余位仙军 最先撑不住 遭受到可怕的反噬 手中的阵气炸开 唇中可血 发出惨叫 而随着他们负伤 整座杀阵的威能 也随之锐减一大截 趁此机会 苏翼一闪 凭空消失原地 这九级珠天阵 是由九座爵士杀阵组成 而苏翼的身影 则诡异地出现在其中一座杀阵中 来到了一个深轴 黄袍的仙王面前 这黄袍仙王手握阵盘 虚发怒章 正在全力催动杀阵 当苏翼突兀地杀来 他不禁被吓了一跳 刚要有所反应 扑 人间剑一闪 黄袍仙王的躯体 从胸膛处分成两截 鲜血还未泼洒 就轰然崩碎成灰烬飘洒 而苏翼的身影已再次消失 一切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 快得不可思议 谁也没想到 实力飙涨之后的苏翼 会如此可怕 整座九级珠天阵在他面前 已变得形同虚设 你 另一座杀阵中 一位仙王反应极快 当察觉到黄袍仙王殒命 第一时间警觉 严阵以待 可下一刻 随着剑锋一闪 他躯体就炸开 四分五裂 直至临死那一瞬 才看到苏翼的身影 撤 快撤 场中响起惊怒的大叫 分布在其他七座杀阵的仙王 全都毛骨悚然 朝天阙神逃去 死 苏翼身影凌空 挥剑斩出 一道足有万丈长的剑气垂落 浩浩荡荡 有璀璨的大道法则在其中浮沉 天地山河都被照亮 刹那间 伴随着惊天动地的暴明 那就急诸天阵轰然瓦解 四分五裂 狂暴地毁灭洪流四女 那近三百余为妖道先军灰飞烟灭 而在剑气斩落的方向上 一位挪移昌空 逃往天阙山的仙王 直接被劈杀 那霸道的剑气斩在天阙山上 让这座插入云霄的古老大山 都猛地剧烈晃动起来 续遇间 苏翼显露出圣经初期修为 破旧急诸天阵 三百余为先军服侍当场 更有三位先王陆续毙命 势无破竹 而整个局势也就此逆转 夜色如梦 毁灭气息在天地间弥漫 天阙山已一片大乱 这一切 让大主纪卫训等先王惊骇 难以置信 虚空中 苏翼俊拔的身影 环绕着灰色神秘的剑意 一身气息惊天动地 已如剑神临世 相比之前 此刻的他威势太凌厉和霸道 所有人都清楚看到 之前惨死的那三位先王 完全挡不住苏翼的一击 而苏翼并未留守 他迈不长空 直接朝天阙山杀去 周旭封天战阵已破 九级诸天阵已破 对此刻的苏翼而言 剩下的就是一股作气 他灭万灵教 吐露一切敌 灯 灯 虚空震颤 天地摇晃 随着苏翼迈步 直死天神泪动大鼓 紧紧那等可不的威势 都压迫得让人快要窒息 极远处地方 一些修为不堪的 妖修蹊跷躺穴 瘫痪在地 直接被活生生争的昏厥过去 帝君大人他 应秀眼神恍惚 喃喃出声 和一时却找不出 能够形容苏翼的词汇 霸道 灵力 索相披靡 神勇盖尸 好像都无法像真正形容 出帝君大人那种 闭腻无敌的风采 对此 孔叶心有栖栖然 天鹊山上 卫逊等人的脸色已变得铁青无比 打破脑袋 他们都无法想象 在没有动用底牌的情况下 苏翼竟强横到了如此地步 可根本没有给他们多少思考的时间 苏翼已杀来 枪 剑银响车夜空 四凤明九天 一道耀眼若星河的剑气 带起磅礴无量的大道剑威 怒窄而下 红龙 天鹊山动荡 一些修建在山上的古老建筑都被震碎 闪失草木积焚 魏逊第一时间祭出一面银灿灿的齐帆 全力去应汉 他是妙境后期先王 实力深不可测 是万灵教仅次于教主的高手 一身道行只差一步 就能取正道太境 而那一面银色齐帆 更是一件神庙的古堡 唯能其大 然而 在苏义展出的一件之下 那一面银色齐帆就炸开 柔不搏般四分五裂 剑气于是不减 直接将天鹊山削掉一截 山体轻塌 一如被削掉了脑袋似的 魏逊等人虽第一时间避开 可却惊出一身冷汗 那等剑气 简直无间不摧 以严重威胁到他们这些先王的性命 快 一起催动天物神印 魏逊怒吼 抬手借出一枚黑色铜印 其他十六位先王当即联手 和魏逊一起全力催动此宝 哼 黑色铜印腾空而起 简直像一轮黑色大日映现 一股堪称禁忌的恐怖气息随之席卷而开 天地虚空 山河万象 在这一刻全都崩坏 难以形容的禁忌之危 只死要将这片天地碾碎 附近三万里之地 都笼罩上一股宛如漠视般的氛围中 孔叶和英秀王魂大帽 身心都遭受到压制 快要窒息 而魏逊等一众先王眼神中 都情不自禁涌现出狂热之色 天物神印 此宝之内 运积着由天物神尊所赐的一股神灵之力 一经施展 足可威胁到那些 他族先道之巅的太境人物的性命 而苏语神色淡然如旧 深邃的眼神中露出一丝不屑 又是神明所赐的秘宝吗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 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743章 剑断天穴 天穷巨颤 夜色如汹涌起伏 的诺海狂涛 天武神印走板 如一轮黑色大日 在一众先王全力催动下 裹挟着滔天的杀气 朝苏语阵杀过来 虚空如纸壶 被彻底碾碎 甚至 这部周扇上空覆盖的周天规则都被惊动 剧烈翻腾起来 原因无他 那天 乌神印充斥的是神明之力 远远凌驾于仙道之上 当这一击阵杀而至 苏语都不禁有窒息之感 根本不用想就知道 仅凭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挡住这一击 甚至可以说 换作当时那些太景存在 也挡不住 不过 苏语并不惊慌 过往那些年 他破掉不知多少蕴含神明之力的宝物 将 人间剑颤抖 一股属于九玉剑的气息 被苏语运转 涌入人间剑内 让此剑那灰金色的剑身 泛起一抹深沉幽暗的光泽 旋即 苏语纵身长空 一剑刺出 这一瞬 就如白红贯日 剑锋所指 先是一股堪称无上的剑威骤然爆发 压他成空 覆盖十方 紧跟着 那天悟神印瞬息间陷入停滞中 其上释放出的神明之力剧烈颤抖 俨然遭受到可怕的压迫 这一瞬 魏语等先往脸色顿变 奇奇察觉到 天悟神印失去了掌控 也是这一瞬 人间间横空而过 咔嚓 天悟神印四分五裂 那一股神明之力 都被霸道的剑气碾碎 化作光雨飞洒 这 魏语等先往傻眼 惊得下巴差点掉下来 谁敢想象 被他们视作杀手锏的一箭禁忌之宝 都还没来得及大显神威 就被一箭烘碎 那可是运及神明之力的一箭秘宝 足可威胁到太景人物的性命 怎会就这样被击碎了 思 孔也倒吸凉气 应秀则向快要溺死的人获救 大口喘息 轻力的小脸满是经济和恍惚 之前 他身心完全被天悟神印的力量震慑 快要崩溃 而随着天悟神印被击碎 他这才回过山来 还有什么手段 尽管是出来救世 天穷下 苏义只见一夫人间剑 淡然开口 他挪一虚空 杀上天阙山 哼 剑气席卷 纵横交错 视若倾天赋的支天河 天聚山动荡 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魏逊等师多位先王全力出手 各自祭出自己压箱底的宝物 可这一切反抗 终究是徒劳 没有人知道 他足圣境的苏义 实力早和以前不同 用一句话形容 就是太景之下一切先王 早不被他正在放在眼中 扑 扑 扑 随着剑气席卷 当即就有多位先王惨死 他们的宝物都被轰碎 神区炸开 魂飞魄散 俨然和杀鸡宰狗没区别 魏逊等人惊害 无不肝胆欲裂 他们疯狂般全力出手 和拼命也没区别 可真正和苏义交手 他们才真正体会到 这个年轻的仙君人物是何等恐怖 那些妙境初期 中期的先王 完全就是不堪一计 如土鸡挖狗般被斩杀 无疑幸免 就是那些妙境后期的先王 也处境堪忧 被打压得可血连连 虚余间就身负重伤 而苏义气势如虹 一人一剑 压盖群王 血腥在四眼蔓延 那天去山上 凄厉的惨叫生震天 短短片刻而已 场中已只剩下三位先王 也曾有先王试图逃顿 可直接就被苏义强势阻戒轰杀 而到此时 哪怕是仅剩下的卫讯等三位先王 也以负伤惨症 披头散发 满脸写着悲愤和惊举 咔嚓 一干淫灿惨的战毛报岁 又一位先王允命 被漫天垂落的剑气阵杀 行神俱灭 自始至终 苏义不曾留守 苏义 你不怕被神明报复吗 一位先王嘶吼 目自欲猎 这时上 谁不知道 他们万灵教背后 站着一位神明 扑 一声闷响 这位先王人头炮空而起 临死满脸写着不甘 大概没想到 这时上怎么就有人敢无拘 来自神明的威胁 而此时 只剩下大主纪魏迅一人 他多次尝试逃走 和都被缩意阻挠 到了现在 他整个人都陷入绝望中 心死如灰 任凭他城府四海 足智多谋 也都不曾预料到 今日会发生这样一场 不可预测的弥天大祸 对手一个人 一把剑 趁着夜丝而来 先破周旭封天战阵 再灭九级诸天沙阵 横扫千军 屠戮群王 连那神明所赐的天武神印 都不堪一击 至于孔夜和应秀 早已呆滞在那 震撼失神 为何不见你们教主 苏义拎着人间剑 来到魏迅身前 魏迅神色慕然道 倘若教主在 焉可能让你畅凶 扑 剑光一闪 魏迅的一条右臂飞了出去 剧痛刺激的他面颊都扭曲起来 我再问你 他人呢 苏义道 魏迅神色一阵阴晴不定 眼见苏义又扬起手中人间剑 魏迅猛地说道 你若真想找死 我倒不介意带你去见我叫教主 苏义挑了挑眉 道 他不在天阙山 魏迅似呼出去般 直言道 很多年前 教主就已前往不周山深处 在探寻一处神秘的空间未面 至今未曾归来 苏义道 当真 魏迅面无表情道 当然 轰 苏义随手一剑斩出 不远处 天阙山从中间裂开 轰然轻地倒地 化作满地废墟 那之前一只躲藏在天阙山上的万灵教船人 全都在这一剑之下丧命 而后 苏义目光一扫虚空 再次斩出两剑 轰隆 轰隆 虚空中 有两座隐蔽的空间未面入口 当被这两剑分别斩中 顿时四分五裂 就此他陷崩坏 那原本是万灵教所掌控的两座秘境世界 随着入口被毁掉 那两座秘境世界也随之轻塌 根本不用想就知道 无论谁躲藏其中 都必死无疑 这一切 看得未遜目自欲裂 悲痛欲绝 天阙山轻塌 秘境被毁 至此 他们万灵教的老巢都被人彻底端掉 果然不在此地 苏义自语 之前 他还怀疑万灵教主躲藏起来了 可此时 他已相信了卫逊的话 两位 接下来由你们来善后 苏义转身 目光看向远处的孔叶和映秀 好 孔叶答应下来 苏义点了点头 抬手一抓 彻底将卫逊一身道行禁锢 而后说道 你来指路 你见一见你们教主 卫逊深呼吸一口气 没有说什么 指了指远处 当即 苏义一手拎着卫逊 朝远处掠去 很快 两者的身影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天地归于寂静 四野寂寥 孔叶环顾四周 到处是轻塌 毁灭 凋零的景象 残破的尸骸 碎裂的宝物散落一地 一阵风吹来 雪吹不散那天地间弥漫的血腥气息 这一瞬 孔叶平生恍惚如梦的感觉 一个背靠神明的庞然大物 就这样在短短展插时间就覆灭了 一侧 英秀呆呆地立在那 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这上还有什么是帝君大人无法办到的 时间巧然流逝 呼的 一阵惊呼声从远处响起 也惊醒了久久陷入震撼中 无法自拔的孔叶和应秀 两人扭头 就见远处地方 不知什么时候 掌教齐霄镇已经带着宗门的一众强者抵达 只是 掌教他们都愣住了 一个个瞠目结舌 那呆滞而震撼的模样 让孔叶和应秀的心境又是一阵翻腾 是啊 无论谁来了 当看到这破败死寂如炼狱般的景象 大概都会被震撼得难以置信吧 而在更远处的地方 如墨般的夜色天穷下 两批强者趁着夜色正在赶来 那是来自天书净土和天玄净土的大人物们 只希望那苏裔可千万别栽根头 一位天书净土的大人物沉声开口 还是做好最坏的打算为好 那苏裔在逆天和他一个人而已 注定不可能是万灵教的对手 天玄净土那边一个灰袍男子轻语 他们是受邀前来观战的 原本他们获悉苏裔要他灭万灵教时 都差点怀疑听错了 最终还是在遥光净土掌教亲自邀请下 他们才将信江仪决定前来观战 可无论是天玄净土还是天书净土 都不看好苏裔 原因很简单 万灵教背靠神明 敌运恐怖 势力庞大 岂可能是随随便便谁就能挑衅的 我倒是希望有奇迹发生 可惜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苏裔几乎没有获胜的机会 有人摇头 我们最好提前做足准备 一旦局势不妙 就立刻撤离 千万不能因为观战 把自己也卷进这一场风波 不错 自当如此 交谈时 两大净土势力的强者 已赶往天雀山所在之地 咦 天雀山呢 许多人恶然 那万灵教所盘踞的天雀山 竟然不见了 直至抵达场中 这两大净土势力的大人物们全都愣住 一个个瞪大眼睛 满脸的错愕 事业中所看到的景象 让他们差点怀疑自己产生了错觉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744章 鬼祭天遣 天雀山不见了 这片大地化作了满目疮痍的废墟 空气中 物资弥漫着呛鼻的血腥气息 肉眼都能看到 无数残破的尸骸和碎裂的宝物碎片 散落在废墟的每一处角落 遥光净土的一众强者正在废墟中搜集战利品 每个人都精神抖擞 兴高采烈 天书 天宣两大净土的大人物们都很猛 感觉脑袋都不够实了 这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 这时候 红叶先往从远处走来 欠然拱手道 抱歉 让诸位白跑了一趟 早在一刻钟前 苏道友就一趟面万灵教 诸位来晚了一步 无法再观战 众人 他们彼此对视 面面相去 眼神愈发枉然 一个钟前 万灵教就被踏灭了 苏道友他 他一个人就灭了万灵教 一位天书净土的大人物开口 孔叶点头 感慨道 的确如此 若非亲眼所见 我都不敢相信 苏道友的实力会那般可怕 一如屁腻无敌 无可比肩 思 场中响起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 两大净土的大人物们 呼的心声说不出的滋味 震撼 枉然 吃惊 惭愧 不意而足 而孔叶次浑然不觉 自顾自开口 把刚才发生的战斗叙述了一遍 并未添油加醋 可当了解到战斗的经过 那两大净土的人们都呆呆地立在那 手脚都在颤抖 一人一剑 一路征战三万里 连续拔掉万灵教十三个据点 而后 更是势如破竹 先破周旭封天阵 灭数万妖修 再灭九级诸天阵 涂掉三百余位先军 直至最后 更是首任足足十九位先王 便是那被万灵教师做 镇派至宝的天物神医 都不堪一击 这样的战绩 让谁能不惊 谁又能不惧 而一想到此次前来时 还都不看好苏义 甚至还担心被卷入这一场风波中 提前做好了撤离的准备 那两大净土的大人物们 皆心声浓浓地惭愧和失落 他们意识到 此次看似是失去了一次观战的机会 实则失去的事 极可能是一次和苏义结缘的契机 这便是他们失落的缘由所在 对了 苏道友曾叮嘱 万灵教被他灭后 必然还有一些漏网之鱼 孔叶说道 若是可以 也请天叔 天宣两大净土的同道一起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全力捕杀这些残兵败将 以绝后患 众人一正 玄机如梦初醒 纷纷痛快答应 树倒壶孙散 万灵教已覆灭 只剩下那些小鱼小虾 已谈不上威胁 趁此时机 恰好可以进行一场浩浩荡荡的大清洗行动 将原本由万灵教掌控的地盘夺过来 此次我等原谦一面 未能亲眼目睹苏道友的风采 着实是人生一大遗憾 一位大人物感叹开口 不过 承蒙苏道友看得起 我被毕竟尽全力 不负所望 其他人也纷纷点头 万灵教覆灭 也等于帮他们两大净土 铲除掉了最大的威胁 避免了被万灵教吞并的可能 事实上 根本无需吩咐 他们也会趁此机会 毫不忧郁出手 去清算万灵教那些余孽 孔叶笑起来 心中清楚 惊此一战 天书 天选两大净土的这些老家伙们 已被彻底蛇伏 夜色如水 无星无月 茫茫不周山深处 苏义脉不迁行 他一手拎着万灵教大主纪卫训 一手拎着酒壶 虽行走在道处 分布着凶险地带的群山之间 却从容自若 一如游山玩水的旅人般 你们教主在探寻什么机缘 路上 苏义问道 卫训沉默片刻 这才说道 和正道太静的契机有关 苏义我了一声 道 看得出来 他如今还未曾成功踏足太静 否则 怕是早已返回 卫训冷哼 道 哪怕没有踏足太静 你也注定不可能是教主的对手 也不怕告诉你 我教教主乃是天物神尊清典的神使 奉神明发指行走于世间 就是遇到太静人物 也根本无惧 苏义笑了笑 轻描淡写道 神明坐下的一条狗罢了 其掌握的力量 也只是从神明那里进来 或许可以威胁当事任何人 可与我眼中 也的确和令人鄙夷的走狗没区别 卫训 他神色变得难看下来 你今天毁了万灵教 就真的不怕被神明报复和打击 卫训呼地问道 万灵教是教主的心血 更是那位天物神尊安插在仙界的一股势力 负责为天物神尊做事 可现在 却被苏义一举毁掉 根本不用想就知道 若让天物神尊知晓 避雷丁震怒 苏义饮了一口酒 道 若是害怕 我今夜就不会来探灭你们万灵教了 卫训 还要往前 苏义抬眼望向远处 这里已经是不周山深处 前方是一片昏沉黑暗的天地 一片荒芜 到处漂浮着狭长的空间裂痕 一些空间裂痕足有数万丈长 像天雄裂开的一条伤口 狂暴的空间力量肆虐 其中产生如雷鸣般的轰鸣声 触目惊心 前世的时候 王爷就曾多次探寻过不周山 很清楚再往前去 便是不周山最危险禁忌的区域 哪怕是先王闯入其中 也九死一生 至于太近人物 一不小心也会遭受致命打击 王爷当初为了找寻那一株指 存在于传闻中的万界树 就曾进入那最危险的禁忌区域中 遇到过许多诡异可怕的危险 你怕了 魏迅冷笑 眼神中尽是激潮 苏毅瞥了他一眼 道 你只引我前来此地 不就是想过一把 试图借你们教主之手 来灭掉我 既如此 最好牢牢实实配合 魏迅脸色变幻 但想 他一咬牙 道 在我腰盘玉佩内 藏有一幅密图 那是当初我叫教主离开时所留 其上便有前往那一处神秘的世界 未灭的路径 苏毅抬手摘下魏迅腰盘玉佩 神识探入其中 果然就发现了一幅密图 略意打量 苏毅眼眸威宁 密图上所指引的地方 的确位于这部舟山深处的危险地带中 并且 苏毅很熟悉 那地方被称作鬼迹天窃 是部舟山最诡异的禁地之一 常年笼罩在时空乱流之中 狂暴无比 足可轻易搅碎太境人物 当年 王爷多次靠近鬼迹天窃 动用各种手段试探 可无一例外 皆无法逾越那一片时空乱流 苏毅可没想到 万灵教教主 竟跑去了鬼迹天窃 这让他不禁怀疑 这家伙是否真的是为了探寻正道太境的契机 毕竟 鬼迹天窃那等禁忌之地 连当初他足先道之巅的王爷 都无法进入 万灵教教主一个先王 哪里来的胆子感觉那地方探寻正道的契机 沉默片刻 苏毅眸光深邃 盯着魏迅 道 你撒谎 被他目光盯着 魏迅心中惊惧 脸色也随之变了 道 我绝不会撒谎 我叫教主的确去了那地方 并且 这玉佩中的密图 乃是天武神尊大人所赐 也绝不会有假 苏毅眉头一挑 神明所赐的密图 天武师尊又怎会知道 这不周山深处 有鬼气颠欠这个地方 魏迅摇头 不清楚 天武神尊高高在上 在我万灵教之中 唯有身为神使的教主 才能和天武神尊取得联系 这其中的缘由 也只有教主才清楚 苏毅冷冷道 这么说的话 你们教主恐怕不是为了 寻找正道的契机吧 魏迅脸色阴晴不定 低头不语 苏毅道 说说吧 天武神尊指使 你们教主在寻找什么 魏迅迅疑了一下 这才说道 应该和万戒术有关 苏毅心中一阵 一个无法降临仙界的神明 竟然也在找寻万戒术 这天武神尊又从哪里获悉 在这不周山的鬼祭天遣中 可能藏着万戒术的线索 可惜 魏迅所知有限 无法给予苏毅想要的答案 私存片刻 苏毅再次上路 他打算再去鬼祭天遣亲眼看看 一路上 猪般鬼可不得凶险频频发生 有空间裂缝呼地断开 垂落长空 吞噬一片虚空 差点波及苏毅 有霸裂的地心熔将爆发 席卷长空 附近万丈虚空都被彻底熔炼掉 也有其他一些诡异可不得灾结 每一种都能轻易灭掉先王 令人不寒而栗 哪怕苏毅前世曾多次闯过此地 一路上也都小心翼翼 不敢大意 这家伙难道以前来过 否则为何能卫捕仙之般 提前避开那一场场足以致命的灾祸 一路上 卫讯不禁震惊 注意到苏毅简直像老马尸突 清扯熟路地闯过那些可怕的凶恶之地 换作其他人 怕是早死了不知多少次 半个时辰后 苏毅顿足 抬眼望向远处 怪不得那万灵教主赶来 原来这地方早已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在他视野中 出现一片荒芜苍凉的黑暗天地 虚空中 有细碎的时空力量在飞舞 像流光般闪烁明灭 这里便是鬼祭天谴 不周山最危险的禁忌之地 没有之一 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745章 帝君 鬼祭天剑的确和以前不一样了 那曾经肆虐这片天地的时空乱流 如今已见不到 只剩下丝丝缕缕的时空光雨在天地间飘液 虽然依旧充斥着致命的危险 可并非无法进入 无疑 万灵教主早在很多年前 就已发现这一点 并深入其中 想到这 苏语不再迟疑 拎着卫讯 竟自朝着堪称不周山第一凶险禁地的深处行去 一路上 时空光雨如丝如淡 归丽梦幻 到处可见 看似没有威胁 可疏异清楚 一旦被沾染 以他的修为 也注定将遭受波及性命的重创 那是真正的时空秩序力量所化 太景人物也不敢阴其锋芒 很久以前 曾有太景帝君遭受时空力量侵袭 转眼间而已 就化作一具枯骨 身陨倒消 其寿命 生机完全被剥夺 若此行能找到万界树的线索 于我而言 不亚于获得了一桩可遇不可求的大造化 甚至能借此机会 一窥仙界的本源之秘 苏义暗道 传人中 万界树诞生于仙界最初的混沌本源中 内运仙界的一部分起源奥秘 这是足以让王爷那等大族仙道之巅的存在 都梦寐以求的机缘 鬼气天界深处 物碍弥漫 混沌气息营绕 天地一片枯竭荒芜的景象 偶尔有刺目的雷光闪现 划破昏暗的天雨 似神明手中挥动的雷霆之边 刺目甚人 一片低矮的山丘地带 一人一鸟鬼鬼祟祟地躲藏在山丘底部的阴影中 赫然是天蒜子和竹游大鹏鸟 千万别滋生 我可真没想到 混天地君这老杂毛竟和万林教主勾搭在了一起 天蒜子飞快传音 他手中攥着一枚古旧斑驳的铜钱 铜钱弥漫出一缕缕晦涩的气息 将它和竹游大鹏鸟的身影遮蔽其中 也让他们的气息完全被遮蔽 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 混天地君这老东西不是很久以前就消失在北明海了吗 他为何会出现在此地 又是在等待什么 竹游大鹏鸟忍不住道 混天地君 仙允时代以前 他足仙道之巅的一位妖道帝君 来自仙界北明海 一位名副骑士的绝世大能 谁知道呢 天蒜子探头探脑的朝远处张望 极远处的昏暗天地间 混沌气息弥漫 两道身影在物碍中若隐若现 一个是身着血色道袍 头戴恶观的道人 一个是身影昂藏 紫衣金带 气势威严的中年男子 前者正是魂天地君 而后者便是万灵教主 他娘的 他们究竟在等待什么 这都过去快七天时间了 天蒜子嘀咕 没烧间泛起一丝不耐 七天前 他和猪幽大鹏鸟偷偷潜入此地 本打算探寻一下万界数的线索 不曾想 就看到了魂天地君和万灵教主 最初时 天蒜子还很亢奋 认为将发现一桩精士大秘密 可苦苦等待了七天 也不见魂天地君和万灵教主有所行动 让天蒜子也感到有些不耐烦了 肯定在图谋一桩大师 没看到吗 万灵教主布设了一座古怪的道场 肯定大有用处 竹游大鹏鸟眼眸贼兮兮的 还有那一节枯叫的树根 我很怀疑那就是万界树的一节树根 极远处地方 物碍弥漫 位于魂天地君和万灵教主前方 是一座足有百丈范围的道场 那座道场极为古怪 同体呈黑色 从天穷俯瞰 整个道场的形状 向地面上睁开的一只眼眸 而在眼眸中心之地 摆设着一座九尺高的黑色祭台 祭台表面 卷刻着密密麻麻的奇异符文 而在祭台上边 则搁着一截四尺长的焦黑树根 因为距离相隔遥远 再加上不敢用神念去查探 竹游大鹏鸟和天蒜子都无法辨认出 那一截枯椒的树根究竟有什么玄机 废话 谁看不出这俩老混账在图楼大使 天蒜子翻了个白眼 再等等 老子就不相信 他们会一直傻乎乎等在呢 正说着 远处呼地传出魂天帝君 透着怒意的冰冷声音 想让我帮忙去开辟空间隧道 就先帮我把身上的神祸力量化解掉 否则 此事休谈 天蒜子精神一阵 这是要内讧吗 还有 魂天老儿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也被神祸力量缠身 不得不去和万灵教主谈条件 以此换取解决身上神祸的办法 有意思啊 天蒜子眼眸发亮 精神抖擞 这绝对是个大秘密 当时只被恐怕无人知晓 魂天老儿这等他足先到之殿的太精大能 竟然早已遭受神祸 道兄息怒 只要你出手 帮我把神子成功接引到此地 我保证 必为你化解身上的神祸 万灵教主开口 声音沉宁如铁 神子 天蒜子心中一阵 万灵教主所不设的那座道场和祭坛 难道是为接引一位神子所准备 并且还需要魂天帝君这样的太精大能出手才行 还有 这神子该不会就是神明的后裔吧 想到这 天蒜子都不禁暗息一口凉气 若真的如此 万灵教主所图谋的事情 可就太吓人了 竹游大鹏鸟也被惊到 传音道 老家伙 他说的神子 该不会就是万灵教背后那个天物神尊的后代吧 别说话 天蒜子竖起耳朵 内心的好奇完全被勾了起来 别以为本座不清楚 你是想用解决神祸为诱饵 来牵制本座 让本座为你效命 魂天帝君语气冰冷 可你就不怕玩火自焚 声音中透着射人的压迫气息 万灵教主却不慌不忙 平静说道 道兄的担心 我很理解 可也请道兄体谅一下我 毕竟若我帮你解决身上的神祸之后 你突然反悔 不愿出手了怎么办 顿了顿 他说道 早在很久以前 我就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 直至三千年前的时候 才终于等到进入这鬼气天堅的机会 在这三千年里 我耗费无尽心血和宝物 才终于读成这座道场和祭台 为的就是能够成功把神子接引到仙界 这等情况下 我可不能容忍有任何一丝意外发生 说着万灵教主目光看向魂天帝君 语气诚恳道 道兄 只要你出力帮我接引神子 我可以用道心发誓 必帮你解决身上的神祸 若有违背 天诛地灭 魂天帝君沉默了 久久不语 万灵教主也没有催促 只静静等待着 昏暗的天地间 乌碗缭绕 也让两人的身影变得若隐若现 原来 两人之间的合作是个有所求啊 竹游大朋友传音道 老家伙 你觉得魂天老儿会否妥协 推上一步 天算子皱美 道 那得看魂天老儿身上遭受的神祸有多严重 这老东西性情阴厉很浪 喜怒无常 手段极为残暴霸道 早在仙陨时代以前 就是令天下闻风丧胆的妖道绝世大能 我敢肯定 哪怕魂天老儿妥协 可只要他有机会化解身上的神祸 必会毫不犹豫杀了万灵教主谢愤 说着 天算子一声冷笑 一个先王而已 哪怕背靠神明又如何 竟敢不自量力去要挟一位 早在仙陨时代以前就踏足太经的帝君 分明就是在玩火 竹游大鹏鸟身以为然 他的主上就是凤屠帝君 一位神通广大的恐怖存在 他自然也清楚 在帝君面前 先王完全就不够看 天算子也不知想起什么 呼得惋惜得叹了口气 可惜 苏老弟不在此地 否则 他闭上了嘴巴 没有再说下去 竹游大鹏鸟顿时不满 老子最烦的就是你这种说话说一半的人 拉屎拉一半 活生生又逼回去 难受吗 天算子一把打在猪游大鹏鸟脑袋上 你懂个软 好 本座全且相信你一次 远处 一直沉默的魂天帝君开口 若你敢出尔反尔 本座保证 必不顾一切代价 将你挫骨扬灰 这一瞬 他浑身弥漫着恐怖的太静为压 让万灵教主呼吸一致 感受到面而至的威胁 他心中凛然 神色正中道 道兄放心便是 魂天老儿就这么答应了 竹游大鹏鸟错愕 这可一点都不像一个太静萧雄该有的手腕 天算子眼神微妙 道 很久以前 我也算和魂天老儿有过一些交集 很清楚这老杂毛性情何等冷酷和阴寒 你且等着看 魂天老儿但不会让万灵教主顺顺当当地 把那个什么神子接引过来 竹游大鹏鸟精神抖擞 这一下 总算有热闹可看了 可就在此时 天算子浑身一僵 察觉到远处的魂天帝君 忽然转身 将目光看向了他们这边 那老杂毛发现他们了 天算子脸色大变 毫不犹豫 抓住竹游大鹏鸟的脖子 转身就逃 可尚在半途 一道身影已凭空出现 足在前路之上 一袭血色道袍 头戴额观 面容冷又如岩石 一对眸泛着淡淡的金色 随意立着 以身气息这天蔽日 正是魂天帝君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746章 接引神子 天蒜子猛的顿足 忽瘦的身影将在那 魂天帝君惊诧道 本座还当时 哪个鼠背躲藏在角落 原来是你这老骗子 他淡金色的 谋打亮的天蒜子 似在私存 为何天蒜子会出现在此地 天蒜子冷笑道 魂天老儿 老子何曾骗过你 没别的事情 就赶紧让开 我可不想掺和这场浑水 竹游大鹏鸟一阵无语 连他都看出 这老混蛋色力内人 明显怂了 魂天帝君念 无表情道 都已知身局中 焉有在离开的可能 走吧 跟本座去那边 说着 他迈不朝远处 那座道场行去 天蒜子神色阴晴不定 你若敢逃 别怪本座不留情面 打断你的腿 魂天帝君头也不回道 天蒜子猛地深呼吸一口气 自豁出去般 冷笑道 老子又不是下大的 去就去 他拎着竹游大鹏鸟 跟了上去 怂包 竹游大鹏鸟急眼了 不断挣扎 你要去送死 别拉上我 我行不行 天蒜子骤美 呵骂道 想活命就老是点 同一时间 他传音道 放心 魂天老二遭受神祸 受制于万灵教主 他要破局 就不会接外生之来对付我们 说不准还会把我们 施作一个变数 加以利用 顿了顿 他继续道 简单来说 我们配合一切 就不会有事 竹游大鹏鸟眼神闪动 顿时不吭声了 他猜不到 天蒜子哪里来的底气 可却清楚 这老家伙或许很不靠谱 但若论活得久 放眼天下都找不到 能和他相比的 远处道场附近 当看到魂天帝君 带着一人一鸟返回 万灵教主眉头不禁皱起 道兄 这是怎么回事 万灵教主沉声开口 只认出了 竹游大鹏鸟的身份 却对天蒜子 感到很陌生 魂天帝君神色淡漠道 此人便是天蒜子 先界古来至今 活得最久的一个老骗子 想来你应该也听说过 他的名号 万灵教主露出恍然之色 原来是他 他目露奇光 盯着天蒜子 据说阁下乃是 先界首屈一指的高人 一手占卜之术冠绝古今 独步天下 甚至可以推演天机 预测神秘未知的命术 不知能否出手 为我占卜一挂 天蒜子冷笑道 古来至今的岁月中 凡是被我算过命的人 十个中九个得道大美 不得好死 你确定要是是 万灵教主 魂天帝君春边 泛起一丝完卫笑意 道 这一点本作可以作证 先允时代以前 这老骗子还曾被人称作 瘟神 有着一张灵验十足的乌鸦嘴 你若想试一试 尽可以让他给你算一挂 瘟神 乌鸦嘴 老骗子 这样的诽谤 让天蒜子极为不满 可最终 他忍了 万灵教主果断摇头道 算了 正是要紧 昏天帝君 眸子中浮现一抹鸡巢 淡淡道 也罢 时间紧迫 那就开始吧 说着 他转身面向那座道场 目光看向道场中央的那座祭台 且慢 万灵教主沉声道 动手之前 我有一个要求 昏天帝君道 说 万灵教主一只天蒜子和竹游大鹏鸟 今日之事 牵扯甚大 还请道兄出手 送这两位先行上路 天蒜子脸色一沉 竹游大鹏鸟气急败坏 破口大骂 不行 昏天帝君断然拒绝 很久以前 天蒜子曾为本座占卜一挂 虽然不灵验 可也算有过一面之交 你若不放心 我将他们镇压便是 保证不会让他们掺和进来 说着 他抬手一按 哼 一片血色法则化作锁链 将天蒜子和竹游大鹏鸟彻底禁锢 而后丢到了远处 万灵教主见此 神色一阵明灭 最终点头道 道兄 我信得过你 旋即 他画风一转 眼眸盯着魂天帝君 不过 我可得提醒道兄一句 若在接引神子的时候 出现什么差池 道兄可要当心遭受神罚 语气诚恳 可话中的威胁之意 已尽险无疑 魂天帝君 不再多言 镜子来到那座道场中央 面朝那座九尺高的祭台 万灵教主则立在道场外 眼眸盯着魂天帝君身上 老混蛋 你到底有没有保命的办法 竹游大鹏鸟飞快传音 焦急不安 他有预感 当魂天帝君接引那位神子之后 极可能将上演不可预测的变数 要么魂天帝君会撕破脸 要么万灵教主会撕破脸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对他和天算子而言都很不利 再等等 天算子眸光闪动 大到五十 天眼四九 顿去其异 所谓生机 就藏在变数之中 待会变数就来了 正子交谈 远处祭谈前 魂天帝君已经开始动手 他双手虚脱 魂 一片血色光与浮现 充盈着至高般的大道气息 那片天地骤然动荡 那座百丈范围的黑色道场 载着一颗犹如从尘气中处醒过来 地面浮现出一幅幅神秘繁复的 近阵道文图案 璀璨的光雁随之冲销而起 紧跟着 那座九尺祭台巧然发光 产生奇异的轰鸣 而九尺祭台上 那一节焦黑的树根悄然发生变化 他原本死气沉沉 可此时那枯胶的表面却涌现出一片瑰丽的空间光雨 我明白了 那座道场和祭台 唯有太景人物才能催动 如此一来 可沟通师方周虚之力 以此来唤醒那一节焦窟树根的力量 天算子难难 那百丈道场 九尺祭台 都是为那一节焦窟的树根准备 而这一切布局 唯有魂天地君这等太景人物才能运转 轰隆 道场轰鸣 光雁如铺 九尺祭台上 那一节焦窟树根似彻底从死寂中活过来 喷洒出璀璨耀眼的空间光雨 魂天地君双手结印 猛的清河 齐 哗啦 那瑰丽的空间光雨交织 骤然间演化为一株大树的虚影 那一株大树直似扎根在诸天万界之中 枝压蔓延向无尽虚空深处 高大无银 星辰在其面前 都渺小如尘埃 天算子不禁道息凉气 这难道是万界数 竹游大鹏鸟瞪大眼睛 也被惊到 那一株大树无比神异 虽然仅仅只是一道极为飘渺的虚影 可只仅仅看到 就让人心身震撼 一如地上楼椅 目睹一方浩瀚星空 平生渺小之感 道兄好手段 道场外 万灵教主眉梢肩浮现喜色 激动道只差一步 便可开辟通往神域的路径 神子大人必可以第一时间横跨无银时空 降临事件 他满脸都是憧憬和期待 过往三年前 他呕心沥血进行布局 为的就是在这一个开辟一条通往神域的路径 接引神子 天算子和竹游大鹏鸟对视 心中震动 而此时 魂天帝君眉梢间尽是汗水 脸色都变得苍白起来 无疑 全力运转这座道场的力量 让他也消耗极大 感到很吃力 你若真感激 就立刻把解决神活的秘法交出来 否则 我可不敢保证 接下来会否发生什么意外 魂天帝君呼的扭头 语气淡漠开口 一番话 让万灵教主脸色顿变 天算子不禁幸灾乐祸 果然不如他所料 魂天老二这阴狠狡猾的家伙 断然是不会乖乖配合的 毕竟是早在仙允时代以前 就登陵仙道之巅的绝世大能 岂可能会被一个仙王随意拿捏 竹游大鹏鸟都不禁扎舌 连他都不得不承认 魂天帝君这一手玩得很漂亮 而万灵教主的脸色已变得阴沉至极 魂天帝君与其平静道 机会只有一次 若出现波折 你过往付出的一切心绪和代价 可就彻底毁了 更别说此次若无法接引那位神子 你这位神使 怕是也承受不住那等后果吧 他说话时 物资在运转那座道场的力量 牵引周虚之力 维系着那一周凭空浮现的大树虚影 可谁都清楚 只要魂天帝君做手脚 这一切必将前功尽弃 彻底毁于一旦 万灵教主明显气急攻心 魂身都在颤抖 脸色铁青 嘶声道 你这么做 必遭神罚 有死无生 魂天帝君念无表情道 本座贪生 却不怕死 食人不多了 实习之内 若你不交出解决神祸的秘法 我立刻毁掉这一切 语系透着不容置疑的味道 气氛也变得无比压抑 万灵教主面颊铁青 气得烧木直欲喷火 可最终 他忍住了 咬牙说道 好 我答应就是了 说着 他从绣袍取出一块黑色秘符 正要隔空递给魂天帝君 慢着 魂天帝君眸光闪动 道 把此物交给天算子 操 天算子心中暗骂 若那黑色秘符有问题 最先遭殃的 绝对是自己 这老杂碎 还是和以前那样阴损 天算子脸色变得奇差无比 他不用想就知道 万灵教主那块黑色秘符 必然有问题 果然 万灵教主迟疑了 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 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747章 一箭袭来 眼见万灵教主那气急败坏的样子 魂天帝君不禁一声轻笑 本座清楚 你们万灵教之所以要借引那位神子 无非是为了以后在仙界正道称神时 强占仙机 夺取属于当时的纪元法则 以凝炼神格 魂天帝君与其淡漠说道 毕竟 若本座猜测不错 哪怕是神子 要想正道称神 也需要契机 以此凝炼神格 助救神位 天算子心中震动 他也早听说 随着一场黄金大事来临 以后这仙界会出现正道成神的机会 可却第一次了解到 原来神明的后裔 也已盯上了这样的契机 我还当诸神将一致渗透仙界 是为了对付王爷那家伙 原来 他们还另有目的 天算子心中难难 万灵教背靠天物神尊 在图谋接引神子降临仙界的事情 当时其他那些背靠神明的势力 恐怕也在图谋类似的事情 可以预见 在以后的岁月中 当仙界出现成神的契机时 局势会是何等凶险复杂 此时万灵教主脸色欲发难看起来 道 道兄 我可以保证把化解神祸的密法给你 可你又拿什么保证 不会出而返 魂天地君念无表情道 别装了 你这老小子手中掌握着神明所赐的密宝 足可威胁到我的性命 这等情况下 你怎可能畏惧我会出而返 归根到底 你是不想帮我罢了 还想着利用我身上的神祸 让我受制于你 他声音中尽是冷意以及饥讽 一个仙王赶在他面前玩弄心术 简直可笑 万灵教主密了密眼眸 道 道兄 希望你别让我失望 他将手中黑色密符收起 换了一块白骨炼制的御戒 道 这其中就是化解神祸的一门秘术 说着就要扔给不远处的天算子 魂天地君却再次改变主意 道 慢着 直接给我便可 操 天算子气得想骂娘 这魂天老二简直太不是东西 万灵教主没有迟疑 将那白骨玉剪隔空递给魂天地君 魂天地君取止一点 那白骨玉剪在身前三尺之地停顿 直至以神念查探出没有凶险后 他这才收起这块玉剪 道 稍等 让我先看一看 要彻底化解神祸 需要神明所赐的力量 看过玉剪后 魂天地君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 眸子中杀鸡汹涌 老小子 你这是耍本作 万灵教主咒美道 你该清楚 神祸是何等禁忌的灾解力量 若没有神明之力 如何能根除 顿了顿 他说道 那玉剪内的秘法 虽无法根除神祸 却能帮你压制神祸力量的侵蚀 出此 等神子大人驾临之后 以神子大人的手段 必可以帮你彻底化解身上的神祸 魂天地君冷亨 道 希望如你所言 万灵教主顿时暗松口气 和此时 天钻子呼得冷不丁道 魂天老二 你就不担心把那神子接引过了之后 对方灭了你 魂天地君却笑起来 淡淡说道 神子出来乍到 必须要帮手 万灵教主这样的先王都能当神使 你觉得我不行 万灵教主脸色微变 可最终没说什么 天钻子则讽刺道 果然不愧是你 堂堂一带妖帝 竟不顾颜面 要去给人当狗 还说的这般大言不惭 魂天地君不以为然 道 要想获得什么 就要付出对应的代价 那位神子可不只能帮我 跟出身上的神祸 若能得到他的信任 足可在成神之路出信时 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正道为神 这就叫进水楼台先得月 天算子一时余色 万灵教主也神色一样 道 既然道兄由此打算 还请尽早动手 魂天地君威威汗手 事实上 他也一直撑不了太久 全力运转这座道场 让他这样的帝君都大敢吃不消 当然 表面他还是很从容 开 深呼吸一口气 魂天地君猛的一声大喝 哄 那一道仿似扎根诛天万界的大树 虚影震颤 而后一道枝丫腾空而起 探入天穷无垠深处 穿过一道道时空界壁 直至最后 狠狠轰在一道神秘高远的 界域壁杖上 这一瞬 天穷深处动荡 时空力量沸腾 似无数界域被打穿 而一条刺目的光 从极遥远处的地方蔓延而来 那赫然是一条时空隧道 建立在那一条近乎虚幻的枝丫上 眨眼间而已 已浮现天穷之上 成了 万灵教主露出喜色 这座道场覆盖的大道密文 实则是一个空间坐标 而现在一条通往神域的路径 已经从无银时空深处 扑极而成 轰 天穷翻腾 时空之力化作扭曲的漩涡门户 似天穷张开的一张血盆大口般 隐约已经可以看到 那时空门户内 映现出一道七场伟岸的身影 墨浴璀璨神灰 已如高居九天之外的神 天算子和足有大鹏鸟 皆心生震撼 这是一条从神域贯穿过来的路径 那一道伟岸身影 莫非就是万灵教主口中的神子 百丈道场如若沸腾 闪烁璀璨的符文 九尺祭台上 那一截礁枯树根燃烧 映现出的大树虚影 也愈发凝实 昏天帝君脸色已变得煞白 额头尽是汗水 运转此阵消耗太严重 到现在 他都快要撑不住 不过 当远远地看到那时空门户中 映现出的伟岸身影 他眼眸深处也浮现一抹一色 这就是神明的后裔 昏天妖君内心 也不禁涌起一丝复杂情绪 有的人 出生时就卑微如草芥 而有的人 天生就是神的子嗣 相比玄树实在太大 哪怕是他这样 早在仙允时代以前 就踏足太境的绝世大能 都不禁感慨命运之不公 而这一瞬 万灵教主浑身一颤 竟是匍匐于地 恭敬出生 属下万云衙 恭迎神子大人 万云衙 你做得不错 待我打破时空之力的束缚 将临世间 必赐你一桩福源 时空门户内 那一道奇长身影开口 声音隆隆 四上仓在下达旨意 透着莫大威严 昏天地君 我已听万云衙谈过你 此次开辟时空通道 你拱不可没 待我临世 必经手为你根出身上的神祸 那一道奇长身影再次开口 让昏天地君不禁精神一震 道 多谢神子大人 曹 真谈娘无耻 天算子付费 连大人都救出来了 舔得也太露骨了吧 还请神子速速临晨 我已支撑不了太久 昏天地君飞快道 好 时空门户内 那一道奇长身影猛地朝前行去 哼 狂暴的时空力量汹涌 不断对他进行阻截 却见他身影抱战神辉 神勇盖世 竟是一路势如破竹斑 朝时空门户外闯来 到了此时 在场众人才看清楚 那神子大人的真面目 此人满头银色长发 俊拔的身影覆盖在一层悬色战衣之下 面容如俊朗青年 眸光如电 那眉心之地 更烙印着一点金色的扭曲蛇形印记 而在他手中 托着一尊白骨宝塔 宝塔九层 盆泊出刺目的神光 将前路上的时空力全部破开 无疑 那白骨宝塔是一件了不得的宝物 开 一声大喝 银发男子整个人狠狠超时空门户外冲去 天地巨颤 那座百丈道场动荡 九指祭坛嗡嗡作响 扑 魂天地君唇中可血 差点失去对这一切的控制 他猛地深呼吸一口气 拼尽全力出手 这才堪堪稳住那座道场和集团没有遭受波及 而此时 引发男子的一半身影 已从那时空隧道中显露出来 只差一步 就能真正降临世间 终于要成功了 万灵教主激动 他都能想象到 以后在神子大人带领下 他们万灵教必可见之天下 所向披靡 天算子和朱游大鹏鸟心中压抑 若真让这神子降临世间 且不谈对仙界局势的影响 仅仅就是他们两个 怕都在劫难逃 怎么办 朱游大鹏鸟焦急 天算子一咬牙 飞快道 趁现在 走 说着 他掌心翻开 浮现一块黑幽幽的硅甲 正要做什么 可就在这一瞬 哼 一道通天般的剑气滑破天穷 狠狠展向那百丈范围的道场 一下子 魂天帝君和万灵教主 奇奇色变 破 万灵教主直接出手 去阻挡他一道剑气 可瞬息间 他整个人就被震的道飞出去 那剑气太直升霸道 一举斩在百丈道场上 轰隆 直死彗星坠地 道场四分五裂 他现崩坏 位于道场中央的九尺道台 随之寸寸崩塌 遭受到这等冲击 那阴陷在天地间的大树蓄影猛的一颤 如泡影般轰然碎裂飘散 该死 魂天帝君震怒 而天穷深处 那时空门呼猛的出现无数力痕 快要崩碎 这惊得那身影刚冲出一半的 引发男子毛骨悚然 发出惊天般的怒吼 是谁 赶快本座大事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 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748章 叵测 引发男子很愤怒 吸得蹊跷生烟 浑身颤抖 为了降临仙界 他已等待很久很久 好不容易终于迎来这一刻 就只差临门一脚 却被人破坏了 这让他差点疯掉 可为了保命 引发男子却不得不放弃 第一时间撤回时空隧道 哄 就在他身影退避那一瞬 时空门户崩坏 化作狂暴的时空洪流消散 也试着一瞬 引发男子看到了那个坏他大事的人 一个身着青袍 面容年轻的男子 小杂碎 我路风记住你了 引炮男子面颊铁青 杀机暴涌 咔嚓 咔嚓 时空隧道开始出现裂寒 一块崩碎的时空碎片 擦着引炮男子的面颊掠过 画出一道血淋淋的伤口 引炮男子悚然 再不敢迟疑 转身就走 直至他身影消失 那一条横冠在一冲冲 时空见闭之间的隧道 随之土崩瓦解 消失不见 天穷动荡 时空乱流在四女 一箭袭来 毁道场 碎祭台 灭大叔虚影 让天穷那一道时空门户 也随之崩坏 一连串的变故 也彻底毁掉了这一场 接引神域神子的谋划 大地上 万灵教主愤怒欲狂 直觉像被人朝心脏狠狠插了一刀 难受得快炸开 没有人知道 过往那些年 他为了接引神子 付出了多少心血和代价 可现在 一切全完了 这期的万灵教主都要发狂 混账 魂天地君满脸铁青 浑身杀鸡汹涌 他也被激怒 同样没想到 在这最后时刻 一道剑气而已 就毁掉了这一切 是谁出手 这一剑挑的时机 简直也太毒辣 太厉害 竹游大鹏鸟震惊 天算子也愣住 他本已打算动用秘宝 带着竹游大鹏鸟逃走 不曾想 就上演了这样一场 惊天变术 无论是是万灵教主的谋划 还是魂天地君的图谋 全都竹篮打水一场攻 看着两人那死了天羊般气急败坏的样子 天算子差点忍不住笑出来 人算不如天算 便是如此 教主 远处 响起一道大叫声 所有目光都齐齐看向远处 昏暗的天地间 一道俊拔的身影朝这边实实然走来 在他手中 还拎着一个人 正是苏义和万灵教大主纪卫逊 怎么又是那姓苏的 竹游大鹏鸟昌目结舌 天算子眸光闪动 道 你不觉得 他来得正好吗 接下来 有热闹可看了 他声音中 隐隐透着一丝幸灾乐祸的味道 原因无他 当初的永夜之战 魂天帝君也曾参与 而现在 王爷的转世之身来了 天地聚集 虚空中的时空乱流已渐渐消失 看着从远处走来的苏义 魂天帝君脸色阴沉 毛子中杀鸡抱勇 道 之前那一件 出自你的手笔 苏义眼神一样 道 当然 魏逊子大叫道 教主 此人便是苏义 那个曾斩杀多位先王的绝世先君 就在今夜 他独自杀上天雀山 如今咱们万灵教 已经没了 说着 他眼眶泛红 悲愤焦急 万灵教主脑袋嗡的一声 手脚颤抖 万灵教 没了 接引神子的计划被毁 如今连他一手创建的宗门也没了 在这等接连而来的打击之下 饶使他见惯大风大浪 这一刻也气得差点吐血 浑身都在哆嗦 苏义 魂天帝君的神色发生变化 惊疑不定 原本 他愤怒无边 正欲毫不客气杀人泄愤 和此时 却硬生生忍住了 天算子和竹游大鹏鸟对视 皆神色古怪 原来 万灵教已经没了 猛的 万灵教主眼眸充血 厉声道 魏迅 是你带他前来的 魏迅脸色顿变 硬着头皮道 教主 万灵教主愤怒如狂 我就问是不是你 魏迅低着头 默认了 这气的万灵教主 牙齿快咬碎 你这老东西简直该杀 若不是你 神子大人早已顺利降临仙界 我帮你 苏毅说着 直接拧断了魏迅的驳港 咔嚓 骨骼碎裂的声音响起 魏迅满脸错愕 他本来是打算引诱苏毅前来 坑杀苏毅 哪会想到 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旋即 魏迅便失去意识 浑身生机消失 思不明目 万灵教主眼眸收索 终于冷静下来 他意识到不对劲 一个仙君而已 却踏灭了万灵教 火箭卫迅这样的妙境 大圆满仙王 更在刚才的时候 一剑将他阵飞出去 这样的对手 无疑太可怕 魂天道兄 还请出手 灭了此人 我保证 以后必为你 跟出身上的神祸 万灵教主沉声开口 昏天帝君眼闭一跳 面无表情道 你执掌神明所赐的宝物 难道还会怕了一个仙君不成 万灵教主咒眉道 道兄 你也看到了 此人坏了神子大人的好事 罪不容数 你这时候灭了他 等于为神子大人出了一口恶气 以后何愁无法跟出身上的神祸 昏天帝君吃得冷笑起来 那神子短时间内 恐怕已在无法降临仙界 本座为何还要替他出气 你 万灵教主震怒 脸色都阴沉下来 而将这一幕目尽收眼底 苏义都不禁笑起来 在他眼中 魂天老儿和万灵教主的争执 就如同狗咬狗般 充满了荒诞滑稽的味道 嗯 苏义甩手扔掉卫讯的尸体 笑吟吟道 要不你们先打一架 分一个出场顺序 声音中透着讽刺 天算子和竹游大鹏鸟 都一阵好笑 两者都看出 无论是魂天帝君 还是万灵教主 明显都对苏义充满忌惮 竹游大鹏鸟很困惑 不明所以 唯有天算子清楚 魂天帝君 怕是已看出了一些端倪 猜出苏义的真正身份 否则 这阴狠残暴的老杂毛 断不可能会这般隐忍 果然 就见面对苏义的讽刺 魂天帝君不为所动 他眸光闪动 对万灵教主道 你尽管放心动手 若出意外 本座定不会袖手旁观 万灵教主掌心一番 一块黑色蜜符浮现而出 冷冷说道 道兄 我觉得咱们还是一起动手为好 否则 我若出事 你这辈子怕也休想跟出身上的神祸 魂天帝君脸色一沉 刚要说什么 枪 一道剑银骤人乍响 而苏义的身影已凭空消失原地 这一瞬 万灵教主和魂天帝君分别做出不同的反应 前者毫不犹豫一把捏碎手中黑色蜜符 一股恐怖的进气力量涌现 竟是化作一幅神秘的星红甲咒 覆盖在身上 而在他手中 则多出一柄星红色的绽毛 横空刺出 哼 十方虚空崩塌 狂暴的神明之力席卷扩散 那等一击 足可威胁到太境人物 而魂天帝君身影摸移 第一时间来到天蒜子身前 一把朝天蒜子脖子抓去 这一切都在同一时间发生 而万灵教主和魂天帝君似有默契般 一个对敌 一个去生擒天蒜子 配合得天衣无缝 任谁都看出 两者之前看似在争执 实则暗中已达成一致 而苏义突然出手 让两者不再演戏 第一时间就展开反击 没有任何的迟疑 可惜 两人失算了 当魂天帝君杀过去时 天蒜子和竹游大鹏鸟的身影 回忆的消失原地 就像凭空蒸发一般 也让魂天帝君 这只在必得的一击扑空 几乎同时 一道惊天的碰撞声响彻 苏义的身影出现在万灵教主上空 挥剑斩下 那霸道的一击 将万灵教主手中的星红战毛 都击碎 从中间断开 随着剑气肆虐 万灵教主整个人被劈的倒飞出去 身上覆盖的星红甲胄 都在剧烈颤抖 他脸色悍然 难以置信 他所动用的乃是神明所赐的宝物 明幻星红战装 那禁忌般的神明力量 可演化为甲胄和战毛 只需催动 足可让他这样的先王 拥有威胁到太近人物的威能 可现在 却在一击之间 就被震退了 连星红战毛都被批断 这实在匪夷所思 同一时间 魂天帝君脸色也很难看 原本 他打算生擒天算子 作为人质 然后配合万灵教主一起 一举拿下对方 谁曾想 天算子寺早有防备 提前一步逃之夭夭 我就说过 魂天老儿这老杂毛 和以前一样的阴险 根本不会坐以待毙 极远处天穷下 天算子的身影凭空浮现 在他手中 还拎着竹游大鹏鸟的翅膀 的确很没出现 这么多年过去 也没一丁点的长进 苏义淡淡开口 之前 天算子已传音告诉他 魂天帝君遭受神祸 元气大伤 出此 在刚才接引那位神子时 这老家伙消耗严重 已是强奴之末 这等情况下 苏义自不会拖延时间 给对方喘息的机会 于是 就有了刚才那突兀爆发的一场袭击 魂天帝君脸色阴沉 眼眸死死盯着苏义 道 王爷 真的是你吗 声音低沉而冰冷 王爷 听到这样的称谓 万灵教主心都像被人狠狠钻住 脸色彻底变了 那家伙是永夜帝君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749章 宿敌之战 在仙界古今岁月中 永夜帝君是一个绕不开的传奇 哪怕时至今日 在仙界随便找一位修士 都对永夜帝君的事迹耳熟能详 而在那些仙道大人物眼中 这个称谓更带有一股正是人心的力量 万灵教主并非仙允时代以前的强者 可他同样清楚 永夜帝君是何等恐怖的一位绝代传奇 而作为王爷曾经的仇敌 魂天帝君又也能不知道王爷的可怕 不过 最震惊的 莫过于猪幽大鹏鸟 他眼珠瞪大 师生难难道 我草 原来 那位就是古来至今独步仙界 威慑四海八荒 明动诸天万界的永夜大人 怪不得每次和永夜大人相见 我都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直似遇到天上神人 心中抑制不住地生出高山扬指的敬畏之意 说着 他叹了口气 露出惭愧之色 怪之怪 我有眼无珠 以至于至今才鸣雾过来 待会 我一定要当面去向永夜大人赔罪 天算此 这他娘就开始狂拍马屁了 简直太不要脸了 嘿 丢人 苏宜一手拎着人间剑 平须而立 目光看着魂天帝君 淡淡说道 我本以为 你和江太阿 血小子一样 早已猜出我的身份 可如今看来 论眼力 你终究逊色了他们一劫 魂天帝君眉头皱起 道 王爷 如今的你也不过是转世之身 有什么资格敢再如当年那般诋毁我 苏宜一声闪笑 道 那你为何不动手 判了 还是南尼不准我的虚实 魂天帝君脸色一点点阴沉下来 苏宜语气随意道 诚如你所言 如今的我的确转世重修了 并且修为只有圣经初期 可我依旧看不起你 想知道原因吗 魂天帝君冷哼 装枪作势 苏宜笑了笑 道 此时换作江太阿 他必早已出手 若是探出不是我的对手 他必定一时间撤离 若是血潇子 在摸不清楚我的虚实时 会毫不犹豫选择放弃 转身而去 可你魂天老而不一样 既没有江太阿的气魄 也没有血潇子的果断 心中明明顾忌重重 又不甘心就此罢手 与徒脱岩时间 慢慢找机会进一步试探我的虚实 说到这 苏宜眼神中尽是轻蔑 也无怪乎你在太境上的造诣 要逊色其他人一劫 瞻前顾后 气魄不足 昏天帝君脸色已变得很难看 换作其他人这般诋毁他 他根本不在意 直接就将其杀了 可换作王爷这个曾经 最让他忌惮的大敌 那一字一句 就如刀锋般狠狠捅在他心中 感到羞愤和难堪 或许也正因曾经太忌惮 也才会如此介意和不愤 怎么 我话都说得如此不客气 你都不敢试一试 苏宜似笑非笑 魂天帝君额头青筋凸显 明显恼恨至极 脸颊都变得铁青 可最终 他忍住了 冷冷道 王爷 当年的你 霸道冷酷 一言不合 便大打出手 怎么现在的你 却变得婆婆妈妈了 深呼吸一口气 他眸光闪烁 难道说 你没有能耐把我留下 过意在虚张声势 苏宜吃地笑起来 道 何须事态 我直接告诉你也无妨 说着 他弹了弹手中的剑锋 语气认真而坦然 以我如今的实力 我的确没有把握将你留下 可只要你今天不逃走 我保证 最好我死的绝对是你 昏天地君眼眸眯起 神色明灭不定 昏天老儿 你倒是赶紧动手啊 就这么怂嘛 亏你还是一位绝世大能 简直丢人现眼 远处 竹游大鹏鸟 扯了嗓子大叫 天算子老神在在道 他不敢 倒不是因为怂包 而是他害怕 害怕一旦出手 就把性命料在这 顿了顿 他说道 不过 这也正常 仙允时代以前 这昏天老儿就不敢单独去和王爷叫板 而现在的他 遭受神祸 元气大伤 秀威怕是早已受损严重 再加上之前为了接引那个狗屁神子 让他消耗巨大 早已是强弩之末 这等情况下 他哪敢拼命 一番话 让魂天帝君快把鼻子气歪了 恨不得一巴掌拍死天算子和竹游大鹏鸟 堂堂太敬帝君 何曾被人这般侮辱和诋毁过 吃 猛的 一道破空声响起 一只冷眼旁观的万灵教主 呼得化作一缕星红血光消失原地 恩 魂天帝君脸色顿变 万没想到 万灵教主这老东西 竟会在此时逃走 不过 苏毅反应比他更快 或者说 他早有所准备 当万灵教主逃走那一瞬 他倒转见风 朝下一杂 同时身影凭空消失原地 哄 天地巨颤 十方虚空如平静的湖面骤然炸开 他现无数触目惊心的力痕 而万灵教主的身影 则在数千丈歪的一片 他现虚空中被硬生生逼迫出来 不好 万灵教主脸色顿变 之前他动用的可是禁忌秘术 借用了神明之力 瞬息可挪移万里之遥 就是太静人物都休想将他留下 可现在他却被阻截了 多 万灵教主一声大吼 身上覆盖的星红甲昼腾空而起 爆战万丈神焰 可瞬息间而已 伴随一道磅礴无量的剑气盏来 那万丈神焰就猛地崩碎飞散 紧跟着 咔嚓一声暴鸣 万灵教主整个人和身上的 星红甲昼齐齐炸开 惨死当场 太快了 前后不过弹指尖 苏一遍一剑活批万灵教主 目睹这一幕 昏天地君都下意识紧绷心神 躯体微微一将 被几只骂含义 王爷这家伙 竟无惧神明之力 须知 哪怕是换作他这样的太静人物出手 也对万灵教主所掌握的神明力量忌惮万分 这也是为何之前他虽被万灵教主一直拿捏 却一直不曾真正撕破脸的原因所在 可谁能想象 王爷的转世之身 紧紧只在一剑间 救诸了万灵教主 可惜了 他若不逃 只需老老实实回答我一些问题 或许还能捡回一条命 苏一轻轻摇头 天算子和竹游大鹏鸟对视 内心皆翻腾不已 两者都见识过苏一化解神节的手段 自然清除 万灵教主所掌握的神明之力 或许足以威胁到像魂天地君这样的太静存在 可在苏一面前根本没有任何威胁可言 这就叫一物将一物 一如五行相克之道 此时 苏一目光看向魂天地君 道 都到了此时 你为何还不动手 说话时 他已拎着人间剑 迈步走过去 魂天地君愧然一叹 道 十个万古 你我一如故人呈讽 相见于此 哪怕曾经是不死不休的仇敌 为何不能放下当初的仇怨 先聊一聊 苏一道 想聊 可以 你先给我跪在那 配合得好了 我不介意跟你聊上两句 让我下跪 一下子 魂天地君老脸战红 须发怒章 对他这样早在仙允时代以前就踏足太静的绝世大能而言 苏一此时这番话已等于在狠狠践踏他的尊严 触犯到他的底线 天算子和竹游大鹏鸟都不禁道习良气 这番话可就太欺辱人了 可也因此 欲罚臣的苏一是何等强势和霸道 而苏一是浑然不觉 自顾自脉步千行 直至距离魂天地君还有千丈之地时 魂天地君猛地抬头 冷笑道 王爷 我已经敢确定 你没有把握留下我 哼 他身影一展 血色到跑骨荡 身上气息通天彻底 一片狂暴的太静法则力量 随之涌现其周身 只似无数瀑布洪流在流转 压迫的那片天地都随之乱颤 而在他头顶 浮现出一幅丝丝方方的青色画卷 画卷中 绘制一片焚烧的血色汪洋 仅仅是弥漫出的气息 就将那附近的万丈长空熔炼 血焰炼穷途 魂天地君所掌握的一件太静秘宝 现允时代以前 他曾凭此宝熔炼一方大界 分布在那一方大界中的一万生灵 就此魂飞魄散 可想而知 这等太静秘宝何等恐怖 此时的魂天地君威士变得极端恐怖 充分显露出一位太静人物的绝世之威 这老家伙是要豁出去动手 天算子和竹游大鸿鸟心中发紧 全都紧张起来 魂天地君毕竟是太静大能 哪怕他们之前嘴巴上可以肆意诋毁对方 和谁能不清楚 这等存在一道暴怒出手 是何等恐怖 这一瞬 苏毅眼眸悄然眯起来 神色也变得正重起来 他一身衣袍裂裂作响 通体内外的道行 已被他催动到极致 十海中 沉寂已久的九玉剑也在此刻翁翁颤抖 蠢蠢欲动 之前苏毅并未撒谎 仅凭他如今的实力 的确无法留住魂天地君这样的大敌 可这并不意味着 他没有办法去抗衡 哼 苏毅凌空踏步 纵进场空 率先出手了 根本没有任何的犹豫和畏惧 反倒强势如旧 灵力如风 这就是见羞之气魄 但看生死 无虑成败 更别说 今日之局势 根本容不得他有任何一丝的退缩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利 第1750章 这强一剑 苏毅很清楚魂天地君的性情 因狠多疑 反复无常 别说退缩了 一旦自己稍稍露出一丝妥协的迹象 就会引起对方的狐疑 故而 从一开始苏毅就很强势 很霸道 不是虚张声势 而是不打算和对方纠缠 给对方拖延时间的机会 哼 一剑横空 天地直四崩坏 人间建国 写着灰色神秘的九玉剑气息 被苏毅以全力催动 那等恐怖而禁忌的无上剑威 让魂天地君都不禁色变 这家伙 怎可能是圣经初期修为 一定是在匡骗本作 心念转动间 魂天地君并未反应也极快 他五指结印 蛇战春雷 去 在他头顶处 四四方方的血连练穷途腾空而起 暴战一万血色神灰 恐怖的太静法则交织其中 将天地都染成刺目的血色 师方虚空乱颤 那属于太静秘宝的威能 太过恐怖 只死要毁天灭地 熔炼一切 天算子和竹游大鹏鸟齐齐色变 第一时间远远退避 轰隆 苏义一剑滑破长空 撕裂无尽血色神灰 站在血烟练穷途上 两者碰撞 那片天地都似倾塌 虚空炸开 陷入大动荡 大崩坏的氛围中 砰 苏义身影摇晃 倒飞出去 手中人间剑翁翁颤抖 一身气血都在翻腾 血烟练穷途也剧烈翻腾 在虚空中晃动 肉眼可见 浑天地君脸色愈发苍白起来 可他却仰天大笑 谋战神盲 大鹤道 王爷 你的转世之身原来也不过如此 苏义眼神玩味 道 身为太静第三阶太拳层次的强者 如今的实力 却只堪比太静第一阶太五层次的角色 看得出来你身上遭受的神祸 对你道行的伤害 确实挺严重 浑天地君脸上笑容凝固 面无表情道 可收拾你一个转世之身 一绰绰有余 哇 声音响起时 苏义再次挥剑出手 剑淫如潮 灰色神秘地就遇见气息似混 顿般弥漫剑风之上 随着苏义纵剑杀出 一股压概天鱼的恐怖剑威随之蹦发 一时间 天地如画布 轰然崩裂出无数碎块 虚空肆虐如风暴 扭曲 坍塌 崩坏 那等剑威 让天算子都不禁身心颤抖 他一眼看出 苏义动用的力量 充满了至高无上 禁忌神秘的彩色 无疑 那是苏义的底牌 震 魂天地君大鹤 催动血烟炼穷途 和苏义厮杀起来 轰隆 虚空混乱 两人的身影如若神奇在激烈征战 破开长空 碾碎石方 自虐地毁灭力量如飓风般在这苍凉荒芜的世界中激荡 几个眨眼后 哼 苏义身影倒是出去 沉脚淌出一缕血水 足足在数千丈外 才站稳身影 一身气急汹涌动荡 同一时间 血烟炼穷途嗡嗡颤抖 魂天地君胸腔一阵急剧起伏 那张老脸愈发苍白起来 王爷 当初的你 何等辟邑霸道 动辄可展太近人物 可现在呢 你可真弱 魂天地君大笑 仙养时代以前 他根本不够资格一对一去和王爷厮杀 面对王爷时 内心更充满忌惮 视之如天敌 可现在 他却能和王爷激烈搏杀 诚然 对方只是转世之身 可那也是王爷 苏义笑了笑 道 看得出来 你也快撑不住了 应该是之前在接引那位神子时 让你消耗太过严重 和强弩之末也并无区别 魂天地君神色一致 道 是吗 那就看看 谁能撑到最后 哼 这一次 魂天地君率先出手 一袭血色到袍翻飞 哼一掌空 双手拖着那血烟恋穷途 狠狠朝苏义阵杀过来 身为如天 苏义没有退缩 挥剑迎击 一时间 天地再次陷入动荡中 碎裂的虚空如肆虐的潮水般翻腾 那等战斗之力 更掀起猪般惊世骇俗的一象 有一万剑气横穿星空 分落如雨 有日月沉沦 大街崩塌 也有神魔气血 神上云命的炼狱景象浮现 那等厮杀景象 让周游大鹏鸟都感到心悸 如坠冰枯 老混蛋 永夜大人他 好像短时间内耐何不了魂天帝君啊 愚钝 天算子呵斥 你不觉得魂天帝君才叫丢人 竹游大鹏鸟挥着翅膀一拍大腿 对 太他妈丢人了 先允时代以前 他可是太静巅峰存在 可现在 在修为之有圣境初期的 程永夜大人手底下 却显得那般不堪 换作是我 早抹脖子自杀了 事实上 他和天算子都清楚 魂天帝君之所以这般不堪 根本原因就在于 这老家伙遭受神祸 实力早已大不如前 仅仅只看他显露出的威能 比之太静帝 以及太古层次的强者都逊色一些 天算子甚至怀疑 魂天帝君的道行极可能 一块要从太静跌落下来 须知 天算子也曾踏足太静 和因为遭受的天罚太多 万劫缠身 修为很久以前就从太静跌落 正因曾经受过这样的遭遇 当看到魂天帝君显露出的实力之后 天算子才会做出如此推断 不过真正让天算子震撼的 当属苏义的战力 圣经初期的修为 动用底牌的情况下 就能和魂天帝君抗衡 这放眼古今岁月 都找不出一个来 哼 交谈时 随着一道惊天动地的碰撞 苏义再次被撼动 身影亮枪倒退 披头散发 一身契机都隐隐有紊乱的迹象 他明显已负伤 春中有鲜血止不住的流淌 这让天算子和竹游大鹏鸟心中一揪 不过 魂天帝君同样不好受 他一身衣袍都被剑气划破 老脸上白挤鱼透明 气喘叙叙 眉梢眼角 已浮现一抹一掷不住的皮色 可当看到苏义受创 魂天帝君不禁仰天大笑 王爷 之前你还大言不惭 说能将我灭杀 你倒是杀一个给我看看 他卖不长空 气息恐怖 东用血焰炼穷途 朝苏一靠近 轰隆 他一身威势遮天蔽日 每一步迈出 天塌地陷 万物崩灭 不好 竹游大鹏鸟色变 那老杂毛要下狠手 天算子深呼吸一口气 掌心浮现一枚黑油油的龟甲 他已准备出手 今天这局势 一旦苏义落败 他和猪游大鹏鸟也得玩玩 和此时 苏义却一声审笑 道 好啊 成全你便是 声音刚响起 他俊拔的身影后方 悄然浮现出六道轮回的景象 一股灰色神秘的力量 随之涌现 原本动荡崩坏的天地 骤然间像坠入黑暗大渊 万事万物 都死在这一个陷入停滞静止之中 而在苏义身上 一股剑意之冲消汗 那剑意中 映现出诸般不可思议的轮回景象 转身台上 生死幻灭 鲜红的彼岸花开 如燃烧的火海蔓延 无尽苦海之上 逐天万界在崩塌沉沦中涌迹 黄昏降临于末日 终结诸神一如不朽的身影 六道轮转 生死无常 周天演变 进入轮回 这是神秘而禁忌的轮回剑意 被苏义毫无保留地 倾尽一身道好 并全力催动九玉剑力量 全部融入到掌中 人间剑之上 哼 人间剑发出苍茫低沉的剑影 自轮回悄然转动的声音 在回荡 浑天地君眼眸骤然一缩 一股强烈的危机和不安在他心境中蔓延 周身几乎都隐隐刺痛 感受到致命的威胁 轮回马竟如此之禁忌 浑天地君心颤 他猛的止步 不再前冲 而是不顾损伤的行为代价 全力将血缘炼穷途寄出 横挡身前 几乎同一时间 苏以施展出这强的一剑 刹那之际 仍和轮回之密 清静道行 欲用九一剑气息于其中 也让这一剑的威能 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当这一剑横空而出 红龙 方圆万里之地 直死被打入轮回 陷入永无止境的黑暗永夜 恐怖的剑一迸发 似凿川万古岁月的一抹光 与黑暗中显得那般璀璨 那般耀眼 隐隐约约 更有诸神悲痛绝望的哭嚎声响彻 天算子亡魂大冒 眼前刺痛 卒有大鹏鸟脑袋空白 神心恐惧 再感知不到任何事物 一如被天地放逐 彻底迷失 而魂天地君不寒而栗 骇然失色 这一瞬 他判了 恐惧如雨后滋生的野草 在他心中疯狂蔓延 那致命的威胁 他急于窒息 那肩如铁石的斗志 都随之悄然瓦解 逃 必须逃 否则 有死无生 蒙地 魂天地君发出一道震天的嘶吼 将自身裹挟在那一副血焰炼穷图中 咬破舌尖 施展一门逃顿禁术 哼 几乎同一时间 苏毅拿着枪一剑以怒战而来 那片天地崩坏 彻底陷入一种混沌般的景象中 恐怖的力量乱流 肆虐扩散 让那方圆万里之地尽数湮灭 那一剑 太过霸道 饶使魂天地君地一时间逃顿 可依旧被那一剑扫中 覆盖在身上的太景 逆宝血焰炼穷图都出现一道触目惊心的裂痕 它整个躯体都差点被烘碎 肌肤军裂 骨骼裂开 膝叫躺穴 化作一个穴人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